下一站,巴黎 再下一站,羅馬 不需要進來進去 出差色嗎 上一次出去玩應該還是跟同事出去團結 上一次是自己去旅行的 加拿大的溫哥華 我們一起去的澳大利亞 跟老婆跟孩子吧,一家的 度蜜月的時候,去的馬爾代夫 去年的時候,跟幾個朋友一起去美國自家 你當然是東京啊 挺想去印度的 因為我平常也有在練瑜伽 想去巴黎 巴黎,法國,浪漫 Lomantic 還記得上一次跟爸媽順利群是什麼時候了嗎 跟爸媽 好久了 上一次和爸媽旅遊 春節走親戚雙手 這個還真不知道 他就是要在家待著 平常交流的很少 更別說去哪玩這種事 可能他們覺得周邊玩一玩 可能就覺得蠻好的了 我兒子說泰國和日本比較不錯 我小學玩得特別好的同桌 後來移民去了美國 當時有約定,我回去找他 我跟他媽談朋友那時候 看的頭一部藝術片《羅馬假日》 誰想去意大利 羅馬 我是A型米蘭的球迷 我真想到意大利主場 看看他們的比賽 語言溝通 我一直身體也不算太好 國外總想得等女兒有時間了 帶全家一起去吧 她也沒錢 我們也不想跟她增加負擔 買房首付還沒交你 我就給兒子省點積蓄吧 他們小家庭自己出去玩挺好的 你說我要跟著他們去吧 怕都玩不好 其實心裏滿難受的 看來今年要立一個FLAG 就是帶我爸媽一起去美國的一號公路去自駕 我來當他們的貼身翻譯 平時也是工作比較忙 然後心思都在工作上面 所以覺得也挺忽視他們的 我從來沒有跟我爸媽出去旅行過 然後現在也不能跟我爸爸去旅行 我爸已經去世了 然後我想能盡快地帶我媽媽出去旅行走走 看一看 以前一直知道老爸喜歡看電視 但是沒想到他那麼想去現場看一下 挺讓我驚訝的 好嗎 好嗎